你到底在做什麼啦 啊?拜神啊 拜什麼神? 新的Oti神車 看到了當然要拜一下是不是 這樣講也有道理 對不對 那你繼續拜好了 不對啊 你拜了那麼久 你到底知不知道神在哪裡 我當然知道 這用眼睛看都知道啊 它整個外觀都不一樣了 你看車頭設計有點像 像AORIS看齊 然後整個車尾的設計也更高級 整個的線條也都變得比較流線 更有跑格動感 整個重心都低下來了 對但是我覺得應該也就是這樣了吧 哪還有啊 我帶你進去看 好 你自己看看 哪裡不一樣 好像差很多 根本就完全不同嘛 對不對 而且設計質感也比以前好 我覺得 對啊 整體設計看起來年輕多了 最重要的是質感更棒 你摸摸看 你摸得到的地方是不是都軟的 對耶 這同級車很難見到啊 它連後座門板都是軟的喔 對啊 而且不只如此 除了整體設計更年輕更有質感以外 更重要的就是這一次全車系標配的TSS Plus 那是什麼啊 基本上TSS Plus它就是整套的安全系統 像所謂的ACC 你可以控制車距的定速 雖然它不是全速域的 但是它還是可以讓你在長途行駛的時候方便輕鬆很多嘛 除此之外啊 自動煞停啊 或者是車道偏移輔助啊 這類的 全部都是應有盡有 而且是全車系喔 更重要的是 從最低入門 69萬8起的入門版本 就開始有漆氣囊 哇 六顆氣囊再加上一顆膝部氣囊 對不對 完整保障你的安全 我的天啊很強耶 對啊 不只如此 你今天看得到的啊 儀表 數位儀表最流行的 7吋 對耶 8吋的觸控螢幕 雖然這個高規車型才有 但是你想要什麼都可以選得到 那還有什麼好選的 而且啊這個新車開起來感覺更有樂趣了 Audys是沒有什麼樂趣啦 喔 你真是不懂裝懂耶 我說真的啦 上一代的Audys其實操控就不算差 非常輕盈非常靈巧 但是我覺得它那個東西 感覺像是改裝車 你把懸吊調得更硬 對對對 然後你的操控自然而來反應就會更快 但是這次不一樣喔 它換了新的TNGA平台 TNGA大家都知道廣受好評嘛對不對 對 所以它不只車架剛性更好 足足提升60% 對 而且這是感覺出來的喔 而且它再加上適度的阻尼 現在變得有點像歐洲車 我們喜歡的那種吊吊 它其實是滑順的 是和緩的 但是你真的要ㄍ下去的時候呢 因為它剛性又夠 然後它指向性也好 所以你會覺得那個側勤啊 什麼完全都是在一個很甜蜜的一個位置 當然說不可能像性能跑車那麼誇張啦 但是其實說真的啦 這個屬性的家庭房車來講 這樣子已經非常的夠用了 不過喔 它 雖然說用上了新的 我們說的有點負荷動力嘛 對不對 它雖然是跟Prius 時代是一樣的 對 但是因為加上了這個車體以後呢 它加起來以後那個油耗數字嚇死人的好 多好 每公升可以跑到25點多公里 天啊 這麼可怕 對啊 再加一次油 下一次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要去加 嗯 真的 對 所以說這個車子呢 想來想去呢 大概只有一個地方 可以稍微的皺點眉頭啦 什麼地方啊 你不覺得剛剛坐在後座的時候 好像是那個喔 對 它好像跟上一代感覺不出有什麼明顯的進步 對 我也這麼覺得 軸距一模一樣嘛 再加上車高又壓低了一點 對 不過沒有差 帥就好嘛 真的是 哇 這樣看起來 Altis已經很強 根本就沒有對手啦 幾乎可以這樣講了吧 其他人應該可以洗幾歲下班了 可是喔 說真的啦 同樣才剛上市的Focus 對 它也超強的啦 好像是 操控其實甚至還要更好一些嘛 對不對 再加上還有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 對 其次呢 馬自達R3 欸 不會太久就會到 對 雖然我們看到它的實車了 但還沒試到 對 還沒試到 等到試到的時候再來說也不遲 好像應該是 可是我覺得這些是其次啦 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 他們這一次全車系 都把TSS Plus下放了 對 最入門就有 騎氣囊啦 還有那些像是ACC這些東西 自動煞停都有了嘛對不對 沒錯 對啊 我覺得這樣子的動作是非常好的 它至少帶領起整個國產車 往更安全的方向走 那它騎它的對手嗎 如果說跟不上 可能就被打趴了 如果跟得上的話 也一起把安全配備往上提升 這樣對所有的用路人 對所有的消費的量都是好事啊 對 我覺得這是好事耶 沒錯 對啊 所以說這樣的車子 你剛剛坐 摩拜它就是對的 我看我們還是一起來拜好了